好了 跟着我跟大家又跳去讲讲新加坡 新加坡我真心作为香港人 作为亚洲人 作为一个西太平洋的人 都要真身感激新加坡 我没有跟新加坡政府任何联系 甚至之前很多时间我会对李显龙很不尊敬 因为我觉得李显龙是一个压制自己的兄弟 是对权欲比较重的人 而且我不觉得李显龙很厉害 但是过去的时间不断有人发出李显龙的一些 包括了演说 我有听的 事实上真的是一个领袖 事实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领袖 如果你把李显龙跟林郑娥相比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李显龙是80分 林郑月娥是8分都没有 8分都没有 在执行力上林郑娥是可以的 但其他所有犯罪林郑娥输 现在讲到新加坡的抗疫政策 新加坡的区域政策在8月份刺激到香港人 香港人一直知道跟新加坡有个旅游气泡 那个叫狂空旅游气泡 就是邱腾华负责跟新加坡政府交通部长谈的 希望在两地疫情舒缓的时候 两地的人可以交往来 就是有一个熔断机制 这个熔断机制可能一个五中的中数就要熔断了 接着到8月19日 双方都开计了招待会 双方都出新闻稿 就决定不再执行 不再谈计旅游气泡了 原因就是香港政府就说 新加坡在抗疫的路上 在香港的政策上 就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这条路其实理论上 就导致新加坡不可以跟从 香港的旅游气泡 原因就是香港旅游气泡 在五中的案件就要熔断了 新加坡知道 自己其实已经开始走一个与病毒共存的政策 在接着19日之后的7日 即是8月26日 新加坡就会决定开放边境 就将出入境的管制进一步放宽 是第一级别的国家 包括香港 包括中国大陆的除了江苏省以外 当时 接着包括台湾 包括澳门 包括新西兰 包括德国 包括文莱 这几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决定开放边境 作为第一阶段开放边境 或者与病毒共存这个政策的一个上司 新加坡的国家和地区共存政策 是叫做resilent day resilent 就是说resilent的字本身是抗疫 但是在外国 在西欧 或者在美国 resilent resilination 或resilent day的字 就是说它与病毒共存 即是说 它基本上就不再怕病毒了 就是社会体系 应有足够防御病毒入侵的一个能力 包括了入侵的确诊 我的医療系统是可以抵御一个确诊的 是可以抵御一些中数的 又或者是我的人打针 打得足够保护了 可以有的一个 我用了的一个有限的工具 这个是resilent day 如果出现了一个 是resilent day 就是说这个 与病毒共存的角度 结果就会开放回整个社会 那就不再怕新冠肺炎了 新加坡正在走这条路 亦是亚洲第一个国家走这条路 它会四部曲走的 如果大家想多看一些有关新加坡 是怎样走这四部曲呢 或者新加坡在整个抗疫路上 的转变是怎样呢 香港应该有什么借镜呢 大家可以去买个告白 就可以去明报的观点 今天明报 你可以去明报的一个新闻网站 按一按今日明报 上面有一个打环的2 bar 你会看到一个叫观点 观点与角度观点 你进去就会有五篇文章 其中一篇文章是我写的 我代表香港方略写的 有关新加坡扩认政策 和香港值得借镜的地方 大家可以不妨看看内容 整个政策在新加坡行得很顺利 不是行得很顺利 新加坡在本来政策初期 即是八月初 将中数已经跌到一天 确诊26宗了 26宗对香港来说是很多 但当时新加坡已经 由一百多钟按到26宗 但因为他限聚过逐步放宽 他自己的社交距离 放宽限聚 放宽了出入境 不是一次过放宽 是逐步放宽 放宽之后疫情真的爆发 真的不是就是不知道的 是预期之内疫情爆发 也因为他明知疫情爆发 所以如果他参与和香港的旅游气泡 一定会出现熔断 而出现熔断的话 就会出现可能在新加坡公民社会 造成一个反对 结果可能影响到新加坡的政策执行 所以新加坡宁愿放弃 在放弃之后 新加坡的疫情是攀升的 大家猜猜是攀升的多少倍呢? 是攀升的佔100倍 由最低的25、6宗水平 是爆升到最近的2500宗 是攀升了100倍 这个时间只是用了一个月多一点 用了不够 大概用了40天左右 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这个数据到今天有一个转捩点 他开始向下降了 即是说他的司令已经到了 即是说新加坡开放的门口 有些疫情进来 有一个社区爆发 有一个社区有的时候 他不做动态清零 不去封区 有他那些人自愿去继续做检测 自愿保护自己 有病是看医生 这条系统 他现在累积在医院的主人数也下跌了 刚刚下跌了两天 就是10月4日开始下跌 去到226人住院 当中住院的界定 是包括需要氧气附助呼吸 包括他要进入ICU 即是有生命危险 这个数字也向下跌 即是说新加坡在经历了他开放门口的第一阶段 不是完全开放 在第一阶段开放门口的时候 他们经历了疫情大爆发 就是由26宗大速暴升到2500宗 但这个过程里面 新加坡政府很能力高 这个就是李兴隆很高的地方 是有两个成功的 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新加坡整个社会是没有经方 没有抢粮食 没有经方 没有对政府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对 第一个是新加坡公盟社会成熟程度 为了新加坡公盟社会面对着疫情的数字的时候 是有了个底气 新加坡政府是足够的一个专业意见给到的国民 一早已经说了疫情会上升 而且他通常在10日前 就要预计未来一个星期 疫情会怎样爆发 也是在预期之内 变成了新加坡国民觉得这方面是可以用得顺耐 而第二方面 也是新加坡国民为什么不害怕呢 就是他发觉就算确诊数字上升也好 第一入院和主治人数并不是那么多 第二就是公共医疗系统是完全应付得来 是没有因为爆发而导致公共医疗系统 结果滚碎六脚 结果控制不了 或者结果去到崩溃 他没有这样的事发生 那就是说 只要一个国家为一个地区 他在一个公共医疗系统里做好的准备功夫 他逐步开放关卡 是可以社会应付得到的 或者社会都不会出现一个反响 新加坡社会就告诉大家 他可以很稳定地去面对新加坡人口里面 每天2500宗的中数 我计算一下 新加坡人口是香港人口的75% 香港是739万左右 新加坡546万左右 香港是新加坡人口的1.2多倍 大约新加坡人口是香港人口的75% 如果新加坡有2500宗个案 我们随一随 2500宗除0.75% 就是香港3300宗个案 你想想 新加坡最高峰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 确诊数字升到2000多宗 2500 2500宗每天的新增个案是2500宗 不是说一个月累积 一天新增2500宗个案 香港会发生什么事 我相信不要只说超市场 不只是超市场 什么都没有 好像变成了一个世界末日 但是新加坡政府是能够 令到新加坡国民有个底气 接着澳洲、泰国、日本、南韩 学吧 澳洲总理昨天说了 他们买了80万剂 是密沙通的新药 订购了 大概预计在11月到10月之间 就会运抵澳洲 澳洲也明显地会批准使用 澳洲总理莫里斯也说了 现在我们开始要为开放的关卡 开放的抗力政策 也要为新增的确诊个案准备 买了疫苗 如果澳洲有新增的确诊个案 拜幅飙升的几万宗也好 都有疫苗去医治 这些系统都会认得信 日本一样 日本首相岸田贫雄 在他第一天的记者会里也说到 他需要增加 现在日本在医疗系统上的承受能力 预期有机会疫情会上升 即是在暗示 他也会学生阿波 开始行病毒共存政策 开放门户 让病毒在社区爆发感染 只是控制着感染的幅度 不要爆发到控制不了 又或者用医疗系统的承育能力 去确定究竟需不需要做一个政策的调整 这个是日本 泰国也开始了 开始在放宽出境限制 不像新加坡那样免检疫 不完全是免隔离 他将隔离时间缩短 也将部分旅游区更加开放 泰国也正在做 接着南韩也跟日本差不多 南韩基本和日本的政策同步 即是说在香港走先后 在先进的经济体 即是西泰平洋先进的经济体 包括澳洲、日本、南韩和泰国都开始做了 我相信台湾都很快会跟遥路 接着香港怎样呢 香港林郑娥仍然停留在动态清零 仍然停留在逼人打针 中大现在正在逼学生打针 各个一些机构都在逼他员工打针 打针在新加坡是否有用呢 新加坡的接种率是82% 结果就是病毒要来的时候 都是出现大爆发 爆发幅度等于香港每日新增3,300宗 但是他纵使是感染也好 Delta变种病毒来的 本身的疫苗对着疫苗不太有效 所以就算打了两针也好 一样会受感染 不过新加坡医疗系统发现 他们是抵御到的 如果在11月、10月之间 密沙通药厂和德国药厂合作研制的药物 M字头的药物 M字头的名字是很长的 M药 M的口服药可以5天治疗好新冠肺炎 而且有效地将新冠肺炎的重症和主因个案大幅压低 这就可以反映到一点 就是香港应该考虑是跟病毒共存的政策 林郑月娥现在除了叫人打针之外 除了动态清零之外 她还在做一件事 就是一直要求跟中国通关 而中国为什么不跟你通关呢? 中国害怕香港可以输入疫情 所以中国大陆很难跟香港通关 但是林郑月娥说 既然你跟中国不能通关 为什么你先不开了国际世界各地呢? 为什么新加坡在做、泰国在做 澳洲将会做 澳洲说下个月开始开放 为什么香港不做呢? 如果我们一个人鄰近国家做 而我们不做 我们就落后了 我们就被边缘化了 现在商界的声音就是在问林郑 既然中国大陆不是很远的 原因是你想到 她将来北京东澳 她怎么会让香港引起一个风险呢? 又或者这个风险根本管不了 就算香港跟大陆用健康码 都是做不到的 好了,然后回头 为什么你不向世界各地先通关呢? 既然中国大陆通关是这么难的 其实香港对中国大陆通关 和对国际通关都是重要的 香港作为国际城市 作为中国大陆的窗口 我们必须要跟外国通关 既然中国大陆难 那为什么你不先同步跟外国通关呢? 譬如跟新加坡通关 就算疫情进来 我们也可以去考虑 我们的医療系统可不可以定一顺 如果你考虑通过关 香港经济有救 也可以防止香港被边缘化 林郑娥可能真的要看一看 我是在《明报观点》写的文章 真的要想清楚 香港是否真的仍然硬打硬 完全不去思考 不去就一定是动态清零 是不是在病毒共存那里 去思考一思考 只是紧守着动态清零 以及紧守着接种疫苗 林郑娥或者通关方面 只是想中国大陆不想国际 这方面林郑娥也是个缺失来的 位置 别急